如果你是高強度的電腦工作者 或是家裡有小孩正在念書 又或是需要對色彩精度比較要求的工作 甚至是各種你覺得需要光的情況下 遊戲的摺疊護眼台燈都很適合 除了外型非常好看外 它也像是一個變形盡量一樣 可以像這樣扭來扭去的調節照射角度 一直以來啊 我用的都是像這種螢幕掛燈 螢幕掛燈當然也是很好 但它終究只是掛在螢幕上的 自從我的螢幕淘汰之後啊 我的螢幕掛燈 就再也沒有地方可以掛了 而摺疊的台燈呢 就成了我的新寵兒 它有三個高強度的轉軸 你可以隨便扭動它 弄成你想要的樣子 也因為可以隨意的旋轉扭動 在使用完畢後 也可以直接摺疊起來收納 這樣就不會佔到桌子的空間了 摺疊燈使用的是雙燈源設計 顯示指數95以上 除了可以提升區域的照明亮度外 也可以減少燈光所造成的陰影 如果不需要側面的輔助燈光 也可以單獨的關閉它 主燈能夠270度的旋轉 可以依照各種你想要的場景做使用 像是基本的使用電腦啊 看書啊 或者是可以使用它來翻射美美的產品照 有4種的色溫及5種的亮度可以做調節 色溫在3000K到5500K 需要高強度工作時就使用白光 睡前的小閱讀則可以使用暖光 如果不知道怎麼做選擇的話 它有4種預設模式 可以透過自下上的觸控區來操作 也可以透過遙控器來遠端操作 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功能是工作計時器 有點類似番茄中工作法的概念 可以選擇15分鐘或者是45分鐘 時間到了台燈會自動關閉 提醒你需要讓眼睛休息一下 休息個3、5分鐘再回來繼續工作 台燈的底座呢是像這樣的公字夾 可以直接夾在桌子的邊邊角角上面 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桌子沒有辦法夾啊 可以使用附贈的圓形底座 像這樣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 我自己是公字夾放在電腦桌 圓形底座則是放在房間的床頭櫃上 睡前如果需要小閱讀的話 只需要插上去調節一下亮度 既不打擾整邊人也能夠好好的閱讀 如果你是高強度的電腦工作者 或是家裡有小孩正在念書 又或是需要對色彩精度比較要求的工作 甚至是各種你覺得需要光的情況下 遊戲的折疊、護眼、台燈都很適合 是甚麼易燈都很適合 我們不客戀 你都很適合 謝謝 謝謝